字幕君 嗨 親愛的蕾 歡迎回來 甘燈設計 我是Win 大家在裝潢新屋的時候 有時候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那就是到底要不要用 所謂的砍入式設計 那這會給我們日後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還有哪些地方適合使用砍入式設計 以及又需要留意哪些細節 那今天就跟大家來聊一聊囉 1. 砍入式櫃體介紹 首先我們先來聊一聊 什麼叫做砍入式的設計 簡單來說就是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之下 有效利用原本在牆壁的空間 來做成櫃體或是其他的置物空間 又或者是利用格局的擺放 讓櫃體設置起來像是砍入式的設計 這樣會讓我們的視覺更加的乾淨 比如說當空間不足的情況下 剛好我們格局的條件上又允許 這個時候選擇適當的砍入式設計 或許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喔 這會讓我們有比較足夠的收納 又盡可能的降低對空間的影響 2. 砍入式與非砍入式的優缺點 而砍入式的設計與非砍入式的家具 又有哪些差別 首先我們先來聊聊砍入式設計的好處 砍入式的設計會幫我們提升 整體設計氛圍的一致性 讓我們的收納空間與牆面融為一體 不只呢可以節省我們的空間 而且還堅固耐用 進而讓外觀以及整體的色調能夠一致 也更容易可以提升整體的設計風格 但有一個地方對某些人來說 有可能是一個小缺點 由於呢這樣的設計基本上都是固定式的 日後呢如果要做一些改變 就沒辦法像一般的家具一樣 看命呢就換個位置或者買個新的就好 所以關於這一點在剛開始設計的時候 就要好好的思考清楚囉 如果做固定式的砍入式設計的話 未來如果要變動就會是一筆比較大的開銷 跟比較大的工程 但是呢如果一開始跟我們設計師討論的設計風格 以及平面配置的擺設方式 設計的足夠好的話 說真的日後更改配置的必要性 也會大幅度的降低 而第二個缺點是 並不是每一個牆面或是每個空間的條件 都適合做砍入式的設計 還是要依照每間房子的條件跟格局來取捨 假如說如果牆面剛好就是結構體或是承重牆 基於安全考量 這個地方就非常不適合做牆壁挖空的砍入式設計 又或者是一些格局條件上的限制 所以呢每個個案都不太一樣 建議還是可以多參考設計師的意見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 有哪些是我們在家裡常見的砍入式設計 3.砍入式電視牆 許多家庭會選擇將電視牆做成砍入式的設計 也就是讓我們的電視融入木座的造型牆面裡 與整體的牆面形成更一體的感覺 在視覺上也比較不占用活動的空間 而且也比較不容易碰撞到電視安全性也比較高 在視覺上也會顯得更加的開闊跟乾淨 但是呢有些人可能會有一些疑慮 就是電視機有可能未來沒辦法更換成更大的尺寸 但決定了電視機的尺寸未來就沒辦法更改 那關於這一點其實沒有錯 如果我們把預留電視機空間的尺寸預留太剛好的話 那未來如果要把它換大的話 真的就會沒有辦法更換 所以我們在做這種設計之前呢 可以先設想一下未來有沒有機會 或是有沒有可能會將我們的電視更換成更大的尺寸 這時候就可以跟設計師討論 我們可以預留比較大的空間 將未來我們要更換成設定的電視尺寸的話 就不會有問題囉 4. 坎入式衣櫃 衣櫃呢基本上是每個家庭幾乎都會有的家具 但衣櫃的整體使用空間非常的大 許多也會將房間的衣櫃選擇坎入式的設計方式 以放大一些我們房間可以使用的空間 甚至有些也會把衣櫃順便當成隔間牆做使用 一來節省隔間牆的費用 二來可以稍微增大我們房間的空間 但這個做法呢有一個小缺點就是 它的隔音效果沒有辦法像一般有做隔間的房間來的那麼的好 除非是我們居住的條件是不用擔心其他空間的隔音問題 例如只有一個人住 又或者是其他不怕吵的居住條件下 這樣做就OK 所以呢關於這一點在設計之前就可以跟我們設計師討論清楚喔 5. 坎入式廚房電器 那最後我們來聊聊坎入式的廚房電器 大部分人家裡的廚房電器大多是以可以移動式的電器居多 例如烤箱 微波爐 蒸烤箱 大筒電鍋 以及電子鍋等等 那這些產品本身其實沒有什麼大問題 大多呢也都蠻方便使用的 然而我們今天如果選用的是 坎入式的烤箱 微波爐 以及蒸烤箱等等 因為是坎入式的設計 所以它可以更美化我們的電器櫃 讓電器櫃不再有一般電器放入櫃內後 產生了周圍的空洞也會更加的美觀跟乾淨 那再來是大銅電鍋以及電子鍋 這兩個產品基本上它們是沒有什麼坎入形式的 然後呢也因為有蒸汽的關係 怕蒸汽會對櫃內有所影響 如果我們不是將它們放在檯面上 而是放在櫃內的話 平常我們要用的時候就需要有一個拉盤 把它們拉出來使用 讓蒸汽的排放可以遞開我們的櫃體 但這樣也會造成我們有些動線受到影響 甚至呢有小朋友的家庭 小朋友在家裡面蹦蹦跳跳跑來跑去 也會增加幾分的危險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考慮選擇 這樣我們家自己就有使用這個東西 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坎入式的不鏽鋼盒子 讓我們可以放大銅電鍋電子鍋 或是其他有蒸汽排放的廚房電器在裡面喔 那這些電器的蒸汽 也會從我們吹飯器的正面慢慢的排放出來 這樣蒸汽就不會直接影響 傷害我們原有的櫃體 也不需要把拉盤拉出來影響我們的動線 以及間接的增加小朋友的危險 同時也可以大大的增加我們電器櫃的美觀性喔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如果大家對於室內設計 還有其他相關的問題想要知道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 那不要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甘灘設計的FB IG 以及Win的個人生活平台 WinFamily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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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